MING PAO TORONTO 祥哥,和你做節目 真是美酒佳餓,真是沒得住 對,簡直是每次和你一起的相聚 不是,我放假,很時機 其實說起我們香港真是美食之道 各地的食物都可以吃得到 當然香港主流的粵菜 但粵菜之外,其實上海菜也很受歡迎 是的 我本身很喜歡吃上海菜 你呢? 我也喜歡的 是嗎? 是的 你知不知道上海女生嗎? 不太懂 有沒有去過上海街? 上海街經常去,很多東西賣 上海灘呢? 上海灘,我會唱 今天我準備了一些上海東西,你看一下 是甚麼? 上海正宗小籠包 怎會是正宗小籠包 其實上海小籠包的特色之處是甚麼 皮革是比生纖包薄一點 但比新式的小籠包厚一點 因為新式的很薄,差不多透明 對,我覺得這隻有口感 我比較喜歡 因為皮革厚一點 很簡單,放進去蒸一蒸 然後180度,10分鐘就完成了 因為時間關係已經預熱了 好,完成了 好了,你做小籠包 我先炒菜吧,很清晰 你這是甚麼菜? 我今天炒這個叫龍鬚菜 其實它是佛首瓜的鸾芽 哦… 它有一個好處,健康 當然我們飲食最求健康 它有很多維他命、抗物質 而且它的纖維很高 吃它就很有益 而且它是靈膽固醇 是 那你打算怎樣做 其實它是用來炒 其實你戳什麼都可以 我今天就炒 好的 但它這道菜的性質比較偏寒 所以我今天用一點薑 炒一炒,讓它沒那麼寒 哦… 那我可以吃薑 因為吃小籠包 加點醋,加點薑才夠 沒錯,真的… 我覺得是滑龍點精 你吃小籠包,沒有醋和薑 真的好像差一點東西 小籠包其實很多朋友 都非常熱愛吃這個東西 不單止我們中國人喜歡吃 其實聽說西班牙那邊的朋友 都很喜歡吃小籠包 他們都會製作一些食物 都類似小籠包 但是你知道 他們對中文不是很熟悉,對吧 小籠包的籠包應該是精籠的籠 但是他們不會寫 可能寫到一條籠的籠 一條籠的籠 李小籠的籠 李小籠的籠 叫包 李小籠的包 對 他叫小籠包 他們還叫小籠包子 知道嗎? 有些朋友也太熱愛李小籠的關係 是 所以他們直接稱呼小籠包 是叫做Bruce Lee 即一到賽館就像Bruce Lee 對,To order of Bruce Lee, please 這樣看這個又… 挺有趣 挺有趣 所以想不到我們中國的飲食文化 予以留場之餘 都可以影響到其他地方的飲食文化 尤其是上海菜的影響真的很深遠 是 很多地方、很多人都喜歡吃上海菜 其實說到上海 我發覺上海也是我們中國 一個很重要的城市 還是國際城市 我們很多藝人上海發展 都以上海為一個中心基地 是 一個上海、一個北京 兩個都多 但我覺得上海也有很多人喜歡 因為可能飲食那種類似近我們 是 你看到其實很多我們香港的朋友 上到上海都飛黃騰達 上岸 是 上海就等於上岸 是 其實上岸是一個字點 上岸我聽聞 聽聞就是 以前有些水上人、鄧家人 通常你生活、工作都在船上 很少機會上岸 直到可能你發達 不用出海、不用上船去工作 可以整個家人搬上岸 似乎上岸 上岸就有一點寓意 有一點成功、發達、不用休 就叫上岸 但我覺得有時上岸 也要發財立品 其實見到很多上岸的朋友 都是這樣 像成龍大哥一樣 成龍大哥的身家 我想也不知道有多少個零 他每年都會繼續拍電影 是 但除此之外 他對於環保這件事 都非常推廣 我記得有一次他拍一部電影 那時候因為在沙漠拍攝 所以水很重要 是 他發覺到只有三、四天 幾千個水樽 很浪費 很浪費 對於環境影響了很多 他在這裡做了一件甚麼事 甚麼事 他做了一架超大型的車 把所有廢製的膠瓶 全部丟進去之外 他立刻在那裡有部機器 可以重新把廢料加工 成為瓷磚 這麼厲害 以後大家可以拿那些瓷磚 我繼續去鋪 但他可以廢物利用 是千萬計的 知道嗎 那這些真是很有貢獻 是 其實說到上岸 做藝人怎麼才是上岸 其實我發現很多前輩藝人 都差不多上岸 你舉例的成龍大哥 法哥、劉德華 他們現在拍攝都不是為了經濟 不是等錢花 是 這些算是上岸嗎 我想也算了 因為他已經可以… 不用… 不用胃口奔馳 總之為了興趣 或者推廣那些事情 去選擇工作 最重要是甚麼 我覺得上岸後 其實他的生活比以前更加好 是 更加富足 富足不只是錢的富足 是心靈上的富足 所以我每次見到陳欣慧 我覺得很開心 很替他開心 是 他真是 他真是一個 挺經典的上岸的例子 是 又嫁了一個好老公 是 但自己又可以沉住氣 不會想著 我結婚了三、四朋友 我覺得他很活躍在這個圓圈 他也是選擇工作 是… 他都會將大部分的時間 擺放在自己的子女身上 是… 所以這些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是嗎 其實我也想上岸的 其實你已經想過了 長哥 不是吧 我已經上了檔 又不是想做那麼多事 我還以為你是… 我還以為你是… 我是想一個人的 也有的… 是嗎… 好,我這個菜炒得七七八八了 最後,我多灒一點酒 我也可以了 我的菜差不多可以了 不是上岸 上碟 Yeah 龍鬚菜 常用在上海的家常菜 菜式的烹調方法 可以有很多種 不過重點 其實都是在於 怎樣去花心思 為家人奉上最美味的一份心意 表面看來小籠包 只是一款平常不過的點心 但裡面包著一口濃濃的湯汁 就令我們回味無窮了 所以說外表平凡有甚麼所謂 有內涵都一樣那麼吸引 乾杯 對,我們玩了兩集的心理測驗 嫂子會否說玩完這個測驗後 了解你多了一點 她一向都很了解我 不過她覺得這個心理測驗很好玩 她經常去查網 有甚麼心理測驗可以再玩 那你就多了一些私人時間 是 很順利 所以我們看看這次有甚麼測驗 好… 來吧 這就是你平時回家脫下鞋子的時候 即是脫鞋 脫鞋 是 通常鞋子的狀態是怎樣 就是你會怎樣擺放呢 是… 第一就是… 並排整齊放好 第二就是兩邊鞋頭向外 第三就是沒有規律地隨意放 是 你會怎樣 即是回家脫鞋 現在很流行 脫鞋換回… A A 就是並排放好 是 你會怎樣 我? 我會選… 二 即是兩邊鞋頭向外脫下 但我又不會很整齊排 是 但又不會很亂 即是每隻兩隻鞋子 這樣踢了就算了 不知道今次你會測試甚麼 你會選甚麼 我會選A 你選A嗎 即是平排 放得很整齊 是的 我會有一點… 叫做甚麼 潔癖的 類似的 一定會很整齊的 例如有時我走過那些超級市場 突然有些東西 好像放得不太平 你放在那裡 我會把那些推開 那你應該做理貨員 好,不知道 這是三個,你看看 好 這就是測試性格的優點和缺點 好,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選定排整齊放好 你是認真正直型 你會好好遵守定下的約定 甚少行差答錯 一旦要作出改變的話 你會感到非常不安 亦不太需要 或不想要接受新的思考方式和體制 是嗎 是的 其實你不覺不覺 我是喜歡比較穩定的東西 我不喜歡… 就是捉得很重要的 好,如果你是兩邊鞋頭向外 好像祥哥一樣 各位觀眾 想都想不到 原來祥哥是個完美主義者 是嗎 有時會表現得過於講究 你最重視別人對你的評價 在意自己在別人心目之中的形象 你偏向負面 如何努力都害怕得到別人不好的評價 很適合 是嗎 真的很適合 準確嗎 很準確 你是完美主義者嗎 不是,我的要求很高 要做一件事,我一定要做好它 有時做得不好,我會怪自己 是嗎 我反而不會怪別人 我會覺得為何我做得不好 所以我經常都想想 晚上睡得不好 你一睡得不好 你就會想為何我做得不好 我明明認識一個小子 對 為何我的樣子像男主角一樣 對 糟了 這個是你 不是,不算 好了,如果你選擇 隨意亂放 原來你的行動力非常高的一個人 有超強的判斷力 決斷力 能夠快速完成事情 但是你是一個急性子 比較急的人 一想就要立刻行動 不過在沒有計劃之下的行動 大多都是以失敗收場 即是沒有甚麼規律 是的 但又不是的 有些人沒有規律之餘 處理自己的事情都很成功 不是的 有些男人真的沒有甚麼規律 回到家裡甚麼家務都不做 是嗎 是,看到一些碗油不洗 他就放在那裡 整個大男人 這個我真的不太理解 我其實挺住家男人 是嗎 是的 我是… 我又喜歡煮飯 可能因為小時候 跟著我媽媽 我是一個小孩子 我媽媽… 通常小時候你最遲上學 你當然經常跟著媽媽 媽媽去街市買菜 你又帶著你 在家裡煮飯又帶著你 我喜歡處理家裡的東西 也有些規律 但我又未到達到結癖 未到達到那些東西 但我是喜歡處理家裡的東西 所以我有時候在家裡 我喜歡自己煮飯 所以你是住家男人 我也算是 你是大男人還是屬於住家男人 我是… 其實我也是住家男人 你也是… 那是吧 尤其是你選A 是的 很多東西都要整齊 我發覺其實在家裡… 即是主內的人 譬如你在家裡 現在一向人家說 男主外,女主內 我覺得其實主內的人 其實是最辛苦的 其實是辛苦的 我覺得家裡有很多東西要兼顧 是的 你想想,每一天 你開一槍,馬上又有大塵 又要掃地,又要擦地 大家也要注重衛生 健康,是吧 然後可能煮完早餐 然後又要洗碗碟 然後你要出去買菜 買菜又要買一些煲湯料 你買了 煲湯 買一些呱呱菜菜 你以為是輕的嗎 是 花姐的薯仔煲湯 你只是買花姐的薯仔 用一鍵頭,你收不起 對,然後你還要買菜 買水果呢 如果你家裡有小朋友 或者你老公喜歡吃甜品 還要買一些糕點 買蛋糕 其實做住家男人也挺辛苦 是的 但很多男人都是大男人主義 我有一個 我的朋友表表姐 不是,她是表哥 大男人的不得了就是 她已經結婚了,有小朋友 她永遠回家 一定家務都不做 回家就躺在這裡等吃 等吃和吃完之後 她只有一種動作 就是拿著電腦 看電視超級 沒錯 不停在這裡看 然後每一天臨睡前跟太太說甚麼 晚安?當然不是 明天我想吃甚麼 點菜 對,要點菜 明天晚上我想吃這些東西 或者有甚麼需要 水果我想吃的 你明天給我準備 是 還有一種最大的男人 我最受不了她是甚麼 每個月她老婆只能放一天假 即是可以跟閨蜜出去喝茶 吃完茶 但是有一個條件 必須要帶小朋友去 除了你自己的私人聚會 你還要看著兒子 沒錯 你知道為甚麼嗎 她真的有特別想過 為甚麼要帶著兒子 我說你是否人 你這樣還要放一天假 你還要把小朋友給她照顧 她說你不知道 你知道吧 我現在是日本老婆 又是安全感的問題 即是放兒子在她身邊 對 有些人不會以為她單身 對 是這樣的 又不是這樣 那是沒有安全感 可能也是 我覺得大男人有時 未必會有這些 沒有安全感 是嗎 不過我聽到有些朋友 都會這樣 他都會… 尤其是現在疫情 更加我們要吃甚麼都不會出去吃 都會叫老婆去準備 是 但是給你呢 如果人家說男主愛 女主愛 反過來 你就推長手出去做事 女主愛 你主愛 你負責家照顧家庭、世母的事 你肯不肯 我一直想推她出去做事 不過我推不到 希望我可以推到 祝福你 謝謝 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逢賭必贏 超級有觀眾緣 超級有觀眾緣 我也不喜歡賭錢 對 我也是這樣說 你不想試試給我賭賭嗎 還有有觀眾緣做演員 有觀眾緣就贏了 還不需要賭賭 你知道誰誰誰都沒有觀眾緣嗎 是 夏天穿冬天衣 冬天穿夏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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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穿冬天衣 你有沒有見過黃日華 夏天拍雪山飛湖 我們試不少吧 只想死吧 我寧願冷一點點 就是 一輩子可以有很多個女朋友 一輩子只可以有一個女朋友 當然有很多個女朋友 你這個人這麼花心 不是 但我結婚只有一個老婆 但她現在說的是 結婚後的女朋友 沒有這樣說過 跟周用發做對手戲 跟梁朝偉做對手戲 跟周用發做對手戲 對… 因為我實在沒試過 真的可以坐下來 慢慢跟發哥請教一下 聊聊天 梁朝偉有很多機會 不會 男人有月經 男人要生嬰兒 男人… 是否都一樣 這是甚麼問題 不是 我兩天都不選 不是 兩天都不選 他… 是不錯